新梦瑶二胎产女之后已经很久没有露面 12月2日晚何佑军被拍现身给表哥轻生 期间更是与明星王嘉尔一起热舞 欲行人害到凌晨2点多才进行而归 而当天新梦瑶则独自一人在家 为女儿ROMI布置满月现场 一时间引起众多网友议论 纷纷吐槽何佑军做法太不尽责 12月6日有媒体再次拍到何佑军外出聚餐 只不过这次的她不再是一人外出 而是与老婆西梦瑶一起共赴饭局 结束之后两人更是一同乘车回家 看起来两人感情依旧甜蜜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生完二胎后的西梦瑶 身材依旧一如既往 仿佛生孩子这件事 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着实令人羡慕 果然两人不带娃的一天 依然是那么的快乐呀